傾傾著照行 開市前跌5% 其實星期五收市後 公佈了截至3月底的第一季業績 順利按年跌了1.2 到360億人民幣左右 每股盈利是1.43元 淨利息收入有9%的升幅 淨手續費和佣金收入就升5% 不過受到房地產等行業的拖累 不良貸款餘額就升6% 不良貸款率就升0.03%到0.94% 另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星期五公佈了 前行長田惠宇涉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接受中紀委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上星期招行跌了1成2 不過星期五能夠逆市做好就升2% 之前跌下來因為有傳聞 就是行長田惠宇被查 現在中央就正式公佈消息了 你覺得那個不平朗因素消除了沒有 還有出了第一季的數據 其實投資者可不可以考慮抄底 我又不是很主張這樣去抄底 老實說這裏我會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如果你不深入這樣聽 你會覺得我說話好像兩邊都說了 我不主張抄底 因為如果你在股票市場上 每次出現一些人事變動 每次突然間有些消息出來的時候 跌很多你都選擇去搏 整個部署策略上面是不理性的 是一個我們稱為負EV的行為 就是這個預期值 就是你長遠地玩下去會輸錢 這個道理就像賭場賭錢一樣 你知道在賭場上如果搶賭的話 基本上你一定輸給你賭場 但是你短線有時候 總會有些高風險高回報的狀況 給你搏腹路好運地 這樣賭飯都回來 所以你在招行上面 的確你不排除 好像過去這一兩天一樣 即是星期五 星期四一樣 出現50元低位反彈的狀況 會給你有機會搏倒 但問題就很難走 如果你在說 當然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知道了 就是說實際上董事長 真的有些違紀的行為 被人處分 我會認同股價短線來說 應該反映到七七八八的 一些負面因素 這些位置開始去炒底 跟之前如果50元的位置炒底的道理一樣 有一定的直撥率在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最怕大家做壞手勢 假設這次成功在招商銀行上面 有人出事 OK 衝進去 賭 賺到錢了 你發現原來可以這麼輕鬆地 賺到錢的情況下 之後你就會有什麼企業出事 你都會去搏的 那長遠玩下去就是不划算 但是評審完 為什麼我說兩面都說了 因為招商銀行的案子有多吸引 因為我自己的角度 就是覺得 市場在出事之後 總會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不同的劇本出來 有些人會想 招商銀行 大家知道的 招商銀行的估值比一般流行高很多 它的盈利能力 都是比其他流行股強的 市場在它出事的時候一定會想 為什麼掉得這麼急 就是會不會貪回來的 會不會有些違紀的行為 所以導致公司有這麼強的盈利增長 但是我這樣說 我覺得一間 一間涉及幾千億 幾萬億市值的股份 我忘記招商銀行 A股價賣多少市值 一間大規模的銀行公司上 不會是一個董事長 可以令到整間公司 有這麼強的盈利增長 就算在內地的政治體系上 也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我覺得事件上的影響程度 應該相對比較輕 但是在業績上出來了 招商銀行向來最大的賣點 是什麼 資產質素上比較好 但其實你看第一季的業績上 也顯示到 它都很難完全獨先 而且在恆大出市的一段時間 也都在說招商銀行 在恆大借的錢上 expose上不少 所以短線來說 你去賭底 事件上我覺得會有一定直播率 但是偏長線 這些位置你突然間去賭 我不阻礙你 有人會打來問 或者有人問 我50元賭招商銀行 我可以嗎 我多數都會這樣 希望你賺到錢 我覺得真是心對OK 有一定直播率 但大不了止蝕 你就不要想著拿完之後 要不斷地穿位 50元買完之後 下回40元的時候 問怎麼辦 無法怎麼辦 那些位置就保存到 起碼確認公司 還有很強的盈利增長 用時間去撐贏 但是如果你再插進去 你問我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拼拼它 既然反映到 7、8、8 不要跌太多 48元那些位置可能投行位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 招商銀行 我就看得不算太過負面 但我又不主張 大家在這些位置 盲目地去拼 因為你拼得這些出市的公司 你一定要腦裡想很多東西 是 想究竟發生什麼事 資料解給律師 來龍去脈狀況 就不是說 他估計OK 那你就想去拼 所以現在 現在招商銀行 只是屬於一些很高風險 高匯保的股份 你少住去試是OK的 但是你不可能在股票市場上 就是長期這樣 一出市 大跌 博物市 博反彈 假設這隻成功例子 你想想去年 阿里巴巴出市 馬雲 剛才被人開始說錯話的那些時間 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事件 即逢親這些人事出市問題的時候 一定是先避開 什麼時候才叫做安全 起碼收補完列後 或者開始收補列後 50元以上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 以一個低買高估的策略上 就算是OK的 但是投資的話 那這些位置 就不是一個特別好的時候 不過我真心覺得 招行見四字頭 其實就是很吸引的水平 不過50元也很吸引 是阿里巴巴 但我就不主張這樣 因為你要轉身轉得很快 你記住我們說 一個星期才做一次節目 失去那段時間 我們覺得不行了 走吧 回到來的時候 我們怕欠傾40元 所以你只能賣掉這些股份 你一定要有一點點投資基礎 知道來龍發生什麼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不是說抵抗等等 如果你純粹問 好像最渣顧的策略 一定是看你不要碰的 避開 舖個官網看到 但是你問我如果你博了的話 希望他會收到48元 我會這樣看 是 所以是 阿羅建議大家 直博的 不過就要嚴守指線 其實不是叫直博的 剛剛那個人付EV 真的不錯 不過你會很有誘因 可以 你會覺得不用嘗試 輸得氣你可以去試 少住這樣玩一下 真的賭錢 議程的道理 你問我 因為整件事分析 我覺得真的沒理由影響這麼大 一個人沒理由對公司這麼大 但是你明白了 內地的政治環境 或者任何銀行 這個行業上面 會有這些東西 想的劇本 小劇場上面 是會多很多 我覺得沒事而已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藉著這些因素去壓低下去 記得壓得多一點 你不排除有這樣的狀況 或者甚至說 可能真的有問題 我看錯了 這樣不奇怪 所以一般情況下 都不會建議大家購買 你覺得現實不值得想 沒有 你剛剛開市的時候 就是想 那時拼了就要投降 你怎知道 另一個指示位給自己 不是 8%還便宜 所以我之前想了很多東西 但是 這是我的想法 隔壁的人可能不是這麼想 市場上有些大戶 可能會覺得不是 不良貸款比率 可能真的見到 可能下跪用差 市場上會不會這麼想 所以你這樣插下去的時候 當你之前拼了的話 你都要給他 我覺得投降位應該出現了 沒得這樣強行去拼了